李宗盛 議員 主持人 郭文貴 郭文貴 我們開始開會囉 大家坐好 開會 我們跟大會報告一下 我們上次的會議紀錄都放在各位議員的桌上 請各位議員參閱 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 那就我們確認 好 我們現在開始開始進行交通部門的質詢 那登機第一位的是我們鄭新柱 鄭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主席 來請教我們的交通局長 因為 因為 我當 四次的這個議員 人家說這次五次 我一開始說 我們的幾局 證明我那一陣子 來說 威罪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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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開完都會 來你看看 齁 第一張堂 我們的政府 這個無理 現在車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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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齁 開關 但是那個車牌會落散 啦 那個車牌你如果打爛下去 齁 那個會落散 落散 落散 如果補散 下交通 那一面 走到 開關 變形車牌 啊你現在像這樣 用水和無 我當中現時的 我那對面 剛才我洗車店 那 現在 那車牌齁齁 我看 那是 共產黨包賴的 那個無罪的車牌 落散 來局長 你看開關 這樣有你 來請教 我們那個 局長一下 高雄局長一下 總局長 請擔憂 謝謝主持 謝謝鄭議員齁 這個 駕駛車牌齁 如果是落散 齁 那是 平常是 駕駛車司機 可能要注意齁 他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說 他落散他要補散 補散他也是 那個 向駕駛所 申請勉費的補冊 這個部分是因為 牽涉到 我們不是說 那個駕駛車本身 他的那個部分 有的人就是 刻意 齁 去圖改 他的車牌 這個局長 你說這樣我真的 聽不懂 當然 剛才是 國警察局國事業在開的 你說 如果車 這個洗 他回我的臉 我們對臉 洗車就用 這樣搶到 到那裡 你每一台都 去 去駕駛駛 換車牌 你開這個 你就知道 是不是 用梳爪路 沒有的 或是 該自動落散的 應該 開端子你們的部份 像這個 應該要讓他們 可以先鎖住 這個開多少 你怎麼知道 來的局長 這個車牌 沒免的 在你們的手 來高總局發的幾張 這 主要我要調一下 不過就是說 如果有這種疑慮的部份 他可以申訴 這是沒問題的 可以申訴 我們來確定說 他的問題是 我生理隊的 到底你說可以申訴 來看第二項 哪裡 解開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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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你們說的 正方 我在一瞬說的 我說 若是 標車 吃酒 喝酒 沒有自信 高總局 開到死 都發到死 威罪不及 不是 威武工的不及 因為正 高總局 親身答應 我們的董事 我們的議會董事 好啊 我們這些所有 今天 交通一順的這些官員 你知道嗎 教育員說 我得罪不及 就趁這個開下去 你說 線索來看第三項 本色情身體的線索 沒有線索 沒有浪費 你從這個問家 傳你去三文教 來 去三文教 發問 又嚴格浪費 公文 還叫我浪費 議員你連這個 你這樣插 按照正常的申訴程序來 辦理 因為每一個個案 都不一樣 你落差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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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提醒 還要違反交通 交通規則 還要出發 這是不得理的事情 那個個案 我尊重 但是這個車牌 就自己落石 你怎麼開了 哪有力呢 譬如說這台車 小黃 自己落石 那就不在 共申黨來表的嘛 車牌 這車牌 這是高東部 交通部 這個負責的外包 是不是中夥 那 那 那 出本水 應該是沒有這個事情 整個 你如果不像前 那樣出版 你趕快把他調一個 鑑定車 你用三個 我們這個 拆的 拆的 就這樣 這樣開 開 這樣 很普遍的事情 應該不會 只有這個個案 這也不會撤銷 會主席嗎 可以去 我剛才說過 可以申請 那個金融社會聯繫 多慘 又跑去 高東 還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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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就知道我是 沒鐵工廠 抗議 也是 賺到 要撥 藏的議員 都好 我們當初只有一順 賺錢也不是賺這樣 唱錢也不是 唱這樣 我們是政府 我們是政府 有請賺錢 你怎麼說 對 這案 拜託 我們貴教 可以獲得 一個 這個交代 到獲得 一個 因為 這不是你們開的 我沒有在願談的 這是他們 很坚然開的 那可能 你現在要 九尾 這個 再拖拖的 你們在洗褲 因為 交通局 你就負責你現在所有 在採錢的 這個這樣 像這 愛工夫妥 那旗山 招家 一天都賺 那些 賺錢也賺 不是賺錢 我都請你來 現在 該時間 電視車在報 交通報 在下 還有做優步 這種的 不是賺錢 你帶人家的問題 教長 你怎麼知道有什麼 我了解 高雄有 高雄有 高雄已經有進來 有出 你們要怎麼出席 這個部分 兩個部分 第一個方面 就是 他的 鑑利的部分 我們和 鑑利所 和我們京豐 和我們高通局 會去聯合集查 議員 可能也了解 他已經有幾個 減固的 和 監理的部分 已經都 確立了 目前這個問題 比較麻煩 就是說 他要發 這個公司不要付錢 不要付這個錢 局長啊 本省有 有 和一些這些 立法委員做的 聯合的辦公室 高通報告 開的檔已經發 四千六百五十萬 一家人都不叫 因為 營業所在的 沒有在台灣 支援 所以你要怎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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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北高等我們四月交通局 農總有這個法 但是美國的股金三十要怎麼發起的 現在這個計程車齁 是塞到生意底層 一天要賺一千塊就塞到生意底層 這要加強一個計程車有夠可憐 現在很難賺 不然唯一六十五歲 煙六十六、煙六十七 現在煙到六十八歲 老叔五十五歲就聽我了 計程車來把本席和議會和議員人權到六十八歲 退休對不對 你可視 你看老叔五十五歲退休 可以出國了 肯定那些替代率十幾% 計程車輸金六十八歲還在塞 做阿公啊 我怎麼做了就八十歲 我做作法你聽不懂 這真實在是對這個 那個廣工局的局局有哪知道的 第一線就是計程車和台灣的公局有關聯 那個局局 來那個局局你請一個 請那個廣工局局一個來 來扛局局一個齁 局長 要請他答覆嗎 還沒有講 我請教你齁 計程車是不是在廣工局的第一線 結束就是這個人 我講臺灣人要感謝 有 謝謝 我是說 主持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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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主持人 感謝電影院 我是說 起到一個聲音 如果沒有人接 當然 可能這次數據是第一線的接待 可以說第一線 我每天在政府中在身活躍 計程車就是代表台灣的 三個 穿得真實的 更結實的 可以明明到在臺灣的 都可以在要求 沒收到第一線 但是所有360項 麻män 事實上 屬於統領道 對不對 我會記 我等待 會有 radish יפfik 是 有沒有 警察局局局 荒 除了 不知道要塞到後面說八千斤超過的 靠在郵寺和剋行費 一個月才有幾個人收了 一個月十斤的 多少十斤的啦 一般我給客人家屬基開港 差不多三萬到三萬塊左右吧 一天超過一千塊啦 差不多是一千塊這樣啦 一天那是要超過十年斤超過 賺到一千塊呢 公開有什麼心想呢 家庭裡面要求十幾個要再幾千 請坐下 香港高層共町有一個 幾年中規的紅燈 沒有了解 但是一百控三年中規幾年來的 如果有資料的算給我講一下 一百控三年不是幾年 幾年你在這裡就有了 議員是要了解中所那個 中所紅燈一百控三年開 你中公開幾間 幾間齁 我有資料我先給我 我給我 有資料嗎 來你給我幾宗啊 幾宗啊 我都做法多少錢 法的錢我了解是 結算啦齁 是十六萬 十六億市的款啦 那 你說幾天 開幾間都幾天 一百控三年齁 不是九年齁 一百控三年他的中裁法的建數啦齁 十七萬控七百五十五件 哪有十七萬而已呢 你是說對嗎 不對呢 解決的建數啦 那你如果說要舉發 開十七萬 舉發 你要是舉發的部分跟結案嗎 對啦 就那個暗公圍幾天這樣行嗎 舉發是一百四十七萬 一百四十七萬 一百四十七萬 那你給我看多少 給我看多少 給我看我們的結算數是十六億 兩千 一百控三年齁 對一百控三年齁 十六億兩千一百五十幾萬 對 我們這本的所有業務報告啦齁 你剛才有這麼一樣 開 開機是 一百三十六萬四千控八十三公 請問高雄市的人口 新年齁多少啊 二十歲以上的算新年齁 多少 台勇啊 二十歲以上 哇一百歲過我這算了啦 這樣嗎 議員的問題是 二十歲以上的什麼 要有新年齁 都可以拿 拿價錢的嗎 的 的 金蘇 這個部分我可能手頭沒有這個資料 手頭沒有資料齁 好 你剛才發十六億四千五百五十四萬 四千四百四十七塊 用你這個行數 一百三十萬下去算啦齁 一九月變開 開十一萬三千幾個啦 一天開 有那一樣齁 三 三 三萬七千六 一天天開一千五百六十十塊 你開免費啊 你開免費啊 開免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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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天開免費啊 你看 去年他把分析作用 說絕對要下降 這沒有通討的 沒有公司的 你一天天哪 平均開免費一千五百六十塊啦 沒辦法 一天天開免費啊 那你這個 如果用洗手下去 感謝廣東郊 收收起來 問 聽聽的我做廣東郊 不如開免費啊 你們廣東郊 四月的 沒錢 沒款 沒貴啊 總之我廣東郊 紅了就開了 十五 我們議員一生一個人去電視網 去報索報連電啊 是不是 六環十六億五千萬 加第二十二個月 一個月就要一億四千多萬啊 是不是 這跟議員說明一下齁 十六億四千幾萬齁 他那是中所對不對齁 他那算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帳領 我們入籍在我們高雄市的帳領 哪是在外面 比如說是高速公路 還是外館市 他的那個 那個日積的 叫我們高雄 你還在美國 適合的車地 適合的車地 我們這裡開的 我們這裡有哪個乾脆 伴海一個地 你看看 你一國的要餐 一天就要多少 一天就要四百十萬啊 一天天就要開二十萬啊 那公共獄 你一天就要我 我只能賺二十萬啊 有法度有了啦 議員那不是高通局開的齁 高雄市的照顧我比照這樣嘛 的主席我跟我們說不定 高通局發動收入了 啊你若是高通局拚他賣過 乾脆撤銷啦 總而來我跟高通局吃飽開就好了 怕沒錢 長野議員 我沒有在兼公隊一檔 今天你不是這個報連天嘛 你會要搖錢的要把他搖死 隔壁車就是存在的行業嘛 你剛才說的啊 說隔壁車是 觀光局的第一算 有辦法你的觀光局所收入的 給正議員兩分鐘 謝謝 像那個高通局這樣 你的錢會賣嗎 你看他會賣 啊跟台灣報告 我們的那個 業務比較沒有管理到這項啦 我們是管理理官 實在說吼 我們聽到有什麼心聲啦 我拿隔壁車來講話 啊不是說那裡有票啦 我就不是要算補充幾個議員喔 這真實在是國外可憐啦 現在隔壁車 跟我們六十八歲 給我們 不免他把孩子存在賺 吼 那有人在說 我們隔壁車跟十八歲 這個大客車 那是六十五歲 讓我們延課十八歲 這樣到嗎 你看看有可能 長月電視報告 像我這個月主席 我這個都要跟電科隔壁 說都會弄死人 說要兩年就一磕一磕隔壁 我知道 長月電視報仇報仇報仇 要死人啊 我不知道考得對嗎 所以總是漏一磕 這個吉他 那個大客戶 要比較隔壁車 那個隔壁你看看 如果身體健康 檢查來就不錯 現在的人身體很用啊 你不要看那六五八九十歲 都還帶二十五歲的少年啊 那個好的人過台銘 他在背你看看 帶來都十三四十歲 還減會生啊 生了還會啊 所以如果八十歲身體很用啊 可以比較到六十八歲的 如果自己為了要探索 這個困難點不得 拜託 我們的年紀越大 他的整個歡迎 身心的歡迎 在架數的過程裡面 會比較慢 容易產生 不是只有他本身 他操作他的 車輛的歡迎 比較慢 他也會影響到別人 目前 現在就是說 對於職業駕駛的部分 他特別要牽涉到 整個安全的部分 所以 目前高中部 他要你克服這個部分 所以最近 如果那個新聞 就是說 你如果年紀比較大 需要 要再塞車 他要過一個認知的測驗 來確保 他行車的安全 當然 這件加速 這個安全的部分 越需要科路 我跟議員報告 在我們高雄市裡面 很多A1事件 雖然跟機車有關 不過跟我們 銀髮族 老人家 他的造勢 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為了大家的安全 在可以的情況之下 我們盡量 可以放老年家 可以盡量賣塞車 但是我沒有聽聽的意思 如果這樣你就把新政府 林鑽 明鏡 他的國會 勝出會呢 他現在 教育的 他們都來七十歲 在做得更好 現在 前一世的 又不是老人班 不是黑班的班 是白天文班的 富裕房 他們都來七十歲 現在 所有台 都來做得來做 官長都和我 教育的 都算了 自己算了 他就可以 做九百三 這個小孩 可以用身體檢查 翻臉 如果以外 其實我現在 性感症 要去議會 都要去消防 還要再投資 回來 如果是我們 身體檢查 會的話 我不會了解 有的 你把小孩 拯救 研究看看 好不好 拜託你 謝謝主席 感謝 謝謝 謝謝 曾議員的質詢 再過來 是張豐騰 張議員 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交通部門的 許局長 吳局長 陳局長 還有各位客室主管 我想 在 台灣第一次做BRT實驗 的台中市 就是因為 他為了要 因應選舉 想要再 趕在選舉之前 所以他很多是 急救張 然後呢 沒有做好很多的配套 也準備不夠 所以 變成是一個 失敗的政策 那這樣的 失敗的政策 其實是非常的可惜 一個 本來應該是 相當不錯的政策 可是現在被打到 就是說 BRT其實是 好像是 不適合台灣 這樣子 其實 呃 陳局長 你也知道 大家學交通的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很可惜 未來我們在 推動BRT 其實都會遇到 很多的困難 那 其實 吳局長 我也提醒過你 在選舉 在去年 在選舉之前 我特別提醒你說 我們如果說 千萬千萬不要因為選舉 而去敢說 輕軌一定要在什麼時候 權限 這個是試運行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 就是很擔心說 所有我們過去 本來是一個很棒的政策 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建設 但是就是為了政治考量 為了選舉考量 結果反而讓這個政策 讓這個整個的建設 變成一個失敗的建設 這樣是非常可惜 而且 非常的不治 那 在今年的這個 3月17號 我看到也 這樣的一個新聞 我們的那個 台中的BRT的這個 這個營運的這個公司 是在這個 2014年7月27號 開始營運 那他剛開始是有兩億的資本額 那但是不到兩年 都已經虧了差不多一億 然後現在每個月都還會虧三百萬 所以現在他們決定要把BRT做個結束 然後呢 最後這些車輛歸給交通局 那交通局 會把這裡總共有32部的BRT的雙結的巴士 然後交通局可能會用看 如果說有人願意的話 他可以出租 但是 其實 如果說 我看這個雙結的巴士 其實如果 大概就是只有公車 營運公車的公司 或者是各縣市的 尤其是一定要是直轄市 因為這個是都會區的 的 的交通局 才有可能去 去租用這個東西來使用 那我 其實 他沒有人去租用他 他就擺在那裡 所以其實如果說 我們市政府 可以另外一個思維來考慮一下 其實是可以 一個很好的bargain 其實我們收定可以用非常非常低的價格 去租到這樣的一個雙結巴士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 這是我們的輕軌 我們輕軌 所有的規劃是 所謂的環狀的輕軌 那環狀的輕軌 現在是從 C1 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到 西市這邊已經都在市運行 然後 再來 我們C5到C8這一段 捷運局 馬上要準備出刊了 然後呢 經過交通部那邊的旅刊之後 沒有問題 也馬上要開始試運行 然後到年底 我們希望是說可以到 這個哈馬興 到哈馬興這一站 可以 應該不是到哈馬 是到哈馬興 到哈馬興這一站 然後呢希望年底可以完工 然後明年可以來做 做出刊試運行 然後整線的水岸就在這過來 然後環狀牽軌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 然後還要發包 還要怎樣整個才有可能可能運行 那但是在這個中間的過程 其實我們高雄人其實沒有做輕軌的經驗 其實是有沒有做輕軌的經驗 甚至輕軌怎麼跟其他的交通的運距 甚至他輕 我們的輕軌其實會跟這個局線 跟紅線有交叉 然後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交叉 還有其他的接駁的公車 其實會變成是 將來的大眾運輸網是一個網狀的 那網狀的你會變成是在這裡 人在這裡用大眾運輸 會跟以往完全不一樣的景況 那完全不一樣的景況 就是說你可以很方便 不必用私人運具 不必用這個化石燃料的這個私人運具 那你可以透過捷運 透過輕軌 透過接駁的公車 非常的方便在這個區塊裡面 做一些活動 那這個的方便性 大家還沒有那個經驗 那如果說 整個環狀輕軌的這個時程 可能要到108年109年 才有可能 全部都有了 那其實是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這個行車的習慣 怎麼去養成 其實是我最care的 然後將來輕軌的運量 解駁的運量 其實是跟大家這個習慣 是有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在這裡很大膽的 跟兩位局長提出一個建議 就是說 我們 我們其實是 可以 用很低的價錢 去租用 這樣的一個雙結的巴士 那甚至我們自己也有一些 不一定是雙結 單結的巴士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過渡時期 包括說 現在我們只有C1到C4 那其他的路線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路線 就是沿著我們千軌 環狀輕軌的路線 然後呢 讓他 我們希望如果做到C4 我們下來馬上可以接 像VRT的這樣公車 當然VRT它那個東西 是有系統的 我這裡只能 不能用系統 只能用他公車的這個 這個這個方便性的這個這樣子 但是他的運量可以很大 雙結的巴士可以載不少人 然後呢 試著 就是如果說C1到C4 然後呢 他在這邊下來 他可以馬上接著 後面C5之後 然後這樣子走 然後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他在其他的跟捷運的接駁 或者跟其他的各種巴士的接駁 讓他成網狀的這個地方 去特別注意 去規劃一個 讓他很好的一個轉運 接駁的這個方式 讓我們高雄市民 可以去體驗 其實我們將來輕軌 環狀輕軌 如果開始之後 那他也可以去體驗 環狀輕軌 有了之後 我們跟捷運 整個整合 跟公車 接駁公車整個整合 然後呢是可以到很方便的方式 讓大家來體驗 然後呢 到了整個完工之後 開始用的時候 運量才會出來 大家才會有那個習慣 那個習慣 不是一觸即成的 那個習慣需要有很多種步驟 慢慢去養成的 但是我知道 這裡有很多的界面的問題 第一個 這個 捷運局只管軌道的 所以捷運局只做牽軌 但是 BRT是屬於公車的 是受公務法規範的 那這個就是交通局的 但是 交通局你做你自己的 其實你不會 在我的觀察 市政府在不同的單位 單位跟單位的界面 在交通局的手上 他不會 特意 或不會很盡心 甚至用盡全心全意 去想說 以後怎麼樣 捷運的輕軌 可以預量 可以增加 可以讓他馬上 這個養量 可是 他沒有那個 那個切膚之痛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急切性 那所以 在整個的 這個 互相的 這個 界面的 這個整合 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 我這裡要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 我們 我在 我在男子 左營男子這邊 我們一直在推動 所謂的 這個北區的 這個 學員專線的輕軌線 那現在用公車在養量 那 量都養不出來 其實他那個東西是 有量的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將來 輕軌要開始 那捷運局說 這個 讓交通局的 這個公車先養量 然後養到有量 我才核定 才有可能核定 才可能開始 這個規劃 這個東西 可是 交通局 針對這個東西 他 這個老實講 是要養到一定的量 才是讓輕軌可以去開始 開始 開始做 那其實 這個東西 兩個如果沒有好好的整合 其實 交通局其實是 並不是 那麼 投入業的交通局 有太多太多其他的業務 然後還有包括說 你如果像學員輕軌 這樣的路線 要怎麼樣把量養起來 中間又牽涉到 這個每一個學校 這有七八所學校 這些學校的學生是相當的多的 這些學校的學生 他不會甘疑 就在學校裡面 在學校裡面很無聊的 那如果說 可以用學員輕軌 讓他是 其實他的生活圈 他的休閒 他的所有東西 是跟我們 男子 大社 其實很多地方 甚至可以串連在一起 是 變成他的生活圈的擴大 然後呢 每一個學校的資源 像每一個學校 可以互相 互相選修他們的 他們各個 這個科目 選修科目可以互相 可以使用他們的圖書 那這樣子的話 把這幾所學校的資源 串連在一起 那這個 又不是交通局 又不是捷運局 那就變成是要 教育局又要出來協助 所以 在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 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frustrated 就是說我們希望 交通局也應該也會 感覺到很 很挫折 然後捷運局想要推這個東西 我會覺得很挫折 但是這重要的是一個整合的工作 那怎麼樣把這個整合 可以 大家是在接力 比賽 然後互相交棒 然後這個時候 這一棒的時候 需要交通局 你去努力 怎麼樣把這個量 給衝出來 然後呢 大家 大家養成這個習慣 這一棒就交給 交給捷運局 那這個東西 才是 才是我們市政府 應該要好好的去協調 彼此 這個部門跟部門中間的 這個的 那個 落差 那這樣子的話 對市民才是最好 最有幫助的 所以這裡我也想要 請教一下 陳局長 如果說 有沒有可能 透過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 那個 他的 BRT其實 現在是沒有人要用的 那 可以跟台中的 這個交通局 談判一下 說明可以用非常非常低的價格 反正他就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折舊 放在那邊浪費 放在那邊生鏽 那是不是有可能 去租用一些 然後來做這樣的 在輕軌 還沒有開始之前的前置 甚至 我們未來的想要的 BRT的路線 包括中華路 包括結民族路 是不是也可以 試著用這個 來做先行的試運行 來請陳局長 陳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對於我們這個公共運輸的關心 剛才議員提到一個 非常有建設性的想法 我表示贊同 那就是說 怎麼樣在輕軌 或是比較 中重運量的 這個 軌道系統 進入之前 能夠透過公車 來進行養量 那確實我們也 過去在執行這個 黃鑽輕軌的時候 也利用了168東跟西線 試圖的來做這樣的一個 養量的動作 所以我們是照著這個方向 在前進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台中有BRT的這個車輛 目前是不是他們 已經沒有在使用 這個我可以再來了解一下 不過就我所知道 過去我們現在在高雄市裡面的一些公車業者 他們同時 也有經營 台中的公車 那麼他們也有參與到那個BRT路線的一起營運 所以我可以透過我們的業者 來了解 如果他們在當時拿到交通部的購車補助 沒有被限制 那個車輛 是一定要在那個路線上多少年 的這個限制 如果可以解開的話 那我想我們可以想辦法 讓這些比較大的運量的車輛 能夠來高雄 把我們過去所做的這個 這個營量的動作能夠更進一步的提升到更像 這個 未來輕軌 的這種這種系統的方向去邁進 那當然 在高雄市裡面我們推動公共運輸 也面臨了很多挑戰 跟我們必須要承擔的壓力 那交通局絕對沒有 把養量這個東西 當作不是我們切膚之痛的感覺 我們事實上 任何一條可以把它量帶起來的 我們都積極的在辦理 即使剛才提到的那個 燕巢學員 我們在那邊也 這一兩年也增批了 大概有四五條快線的路線 量也都很大的成長 怎麼樣再能夠把它串接起來 變成是符合輕軌的這個運量 我們還會持續來努力 其實最大的重點 其實是市政府 所有的 所有的資源 所有各局處怎麼樣去協調 讓那資源都能夠放進來 才有辦法做 像那學員的輕軌 你如果沒有教育局去協助 把那個 那個每個學校的資源 其實大家能夠整合在一起的話 學生 那個學生的量不會出來的 所以這裡真正拜託我們局長 其實市政府內部 應該要好好的去整合 是 好 謝謝我們張豐臣張議員 再過來是我們鄭光豐鄭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想那個時間的關係 就請那個輕軌 我想那個捷運局的是不是科長 就是營運的科長先起來 好了我直接問比較快 科長那個剛剛有跟你要一個資料看 請 請 來科長請 請 現在那個輕軌的事程 是幾點 最早幾點到幾點 現在幾點到幾點 跟議員報告 目前這段時間 我們是從早上9點 手班車發出 那最晚的一般是晚上6點半 6點半 然後遮緩之後再手班 對那現在平均每個班次 你剛剛看的是50個人嘛 對不對 你的資料裡面 因為剛好看到你的資料嘛 我本來要直接問 我就直接講了 是 那扣掉 扣掉大年初一到初四 這段的時間 我知道那個是一個最大的pick值 就是那個 那個大 如果扣掉這樣的好幾萬人之後 我相信每個班次到現在 大家都退潮之後 我看都不到30個人 對不對 應該是吧 對 他 他不同時段 會有不同的客群 所以這個 沒有我現在 我們不講那個客群 從哪裡來 而是說 這邊客群 我們大概講人次 大概不到30個人 因為我這兩天 可能就是要 真正是不是大家 跟我 陳情的事宜 是不是這樣 人次這樣 是一直在偏低嘛 那特別是在 五點到 你講的六點半 這段時間 根本也沒有什麼人了 根本沒有什麼人嘛 那 那我在想就是扣掉 你如果按掉這個 一個班次扣掉 一個班次 平均大概50個人的話 大概平均也不到30個人 對不對 所以我本期的意思是說 其實在這個市營運 我就問一下市營運 這段時間的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有好幾個 讓我們了解一下 牽軌怎麼樣去刷卡 還是怎樣 有好幾個面向 好幾個面向 那第一個面向是說 讓我們的整個內部的營運 司機員 跟我們的行方中運 能夠更熟悉整個運作 是第一個 第一個 那第二個 就是讓我們的乘客 讓我們乘客 能夠熟悉我們的搭乘的程序 包括驗卡刷卡 然後進出的時候要按車門 然後熟悉我們內部的一些設施等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讓我們的車輛 跟我們路面的交通 駕駛人之間的一個磨合 就到路口的時候 怎麼樣熟悉我們相關的交通規則 等等 這三個面向裡面 應該都達到 這段時間都達到目的了 那如果本期的想法是要建議說 是不是可以把時間 從早上9點到下午 大概到5點就好 一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為什麼 因為齁 我們在這個市營運的這個 第一站到西市這邊 其實是我們前陣 這個最大勇設的地方 第一個 你如果要達到你市營運 你剛剛講的三個目的 我相信也不差那一個小時半 我相信不差那一個小時半 我相信不差那一個小時半 而且你會把這個三個時 這一個後面那個時段 你要把那個人次增加 那我覺得也不會受到影響 乘客面的層次來講的話 這是本期的一個想法 不知道科長你的想法是怎樣 跟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現在是有四個站 通過交通部的這個處理看之後 實際上 就問題回答就好了啦 科長你的想法是怎樣 是已經進行次次的運運了 那如果我們有中斷 或者有這樣特別情況的話 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還要再做研究 昨天我 昨天我特別去看 三個人總共有三個義交 在做這樣的一個交通指揮 然後一台輕軌就這樣過 然後全部的人大概有 全部四面八方的車子 湧在那個地方看過 這個輕軌載了三個人 這樣從那個 那個凱旋這個路 從一新路到 往那個孟時代的方向走過 這個場景 你大概可以想像那個場景長怎麼樣 所以那個是一個交通有事的時候 如果你講的這三個面向 我倒是很 局長我還是請坐 局長是不是可以做這個回答一下 我還是會具體建議說 在交通的層次方面 還有你剛剛講的那個三個面向之中 我覺得我都認同 到五點就好了 你的看法是不是 吳局長請答應 感謝 感謝主席 感謝鄭議員 有關的這部分 其實我想 我們講 所有性運劇的引入 吳 魔盒最重要 那剛剛其實 張議員也問到 就是說 VRT的問題 VRT的問題我們有去看過 我們特別去檢討 局長就問題回答就好 所以現在吳 我們其實 凡是一個新系統引入 其實其實最難 那其實這個階段部分 其實我們一定要是進行 今天我要講的 不好意思吳 我給你中斷你的談話 我的重點是說 如果剛剛講的三個市運喻的目的 這三個的話 你就不會差五點到下午 下午五點到下午六點半了 現在吳 現在某個階段 沒到五十塊 現在某個階段 沒到的因素 第一就是班次救 第二是戰次救 戰次救 因為只有四十 所以多人一定救 第二就是說 班次救三十分錢一百 所以班次救 其實去的人接駁 那個運作部分 一定會有比較慢的部分 局長你如果按照你的邏輯 對不起我再中斷的話 我還是會強調 你如果與其這樣的話 你把五點到下午五點到下午五點 六點半的車次 你挪到前面 你把那個時段 再把它 譬如說本來平均三十分鐘 你乾脆就二十分鐘 把那三個班次 我相信 可以達到你剛剛講的 課長講的那三個營運的目的 這裡面 三十分鐘是經由出旅刊的 出旅刊過 我們在想就是提出的部分 就是試程 這一段試營運期間 就是三十分鐘 那接下來我們 四月二十九號開始 先鋒時間十分鐘 然後離鋒時間十分鐘 我還是 時間的關係 你請坐 我想 請坐 我還是比較會 你仔細想想 那個邏輯是 如果三個目的是 從人 我們車 人的去適應 這樣怎麼去刷卡 第二個 你的營運的人員 包括司機 怎麼去適應 這整個工作環境 第三個 我想很多 當然是一個觀光的取向 我們高雄已經有 開始有輕軌 我覺得 你從九點到下午五點 跟你五點多 一個小時半 其實 因為五點到下午六點半 科長 你再去仔細 去評估一下 不九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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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特別強調 如果要達到這個目的 你去想 我不會去因為 議員是監督 去影響到你的行政權利 本席在這裡會具體建議 如果你要是達到這三個目的 你不會因為 停掉五點到六點半 這是我在這裡先具體的一個建議 第二點就是我想 也要請教一下交通局 我覺得交通局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交通局是我覺得在這幾年來面 局處裡面 每個局處裡面 我覺得進步最多 溝通能力進步最多 而且專業能力最強的一個科試 這是我在這裡公開的 跟局長跟你做一個肯定 那有一個是國道七號的問題 國道七號我在 在有一次我去港務公司 就去藍興計畫那邊 我把整個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突然間覺得 國道七號是如此的重要 因為本身本習是一介 所以對這個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 我突然間覺得說 這一塊的國道七號是如此的重要 那我看到你的報告 交通局的報告 是還要第二階的環品 民政黨他已經完全執政 我覺得在一個地方的高雄市來講 我們務必要去爭取國道七號 來做一個 不管他是不是第二階段環品 我覺得溝通應該是最後 決定要不要蓋的一個最大的要素 因為現在中央跟地方已經完全可以這樣的 比較順暢的溝通了 局長我覺得我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應該對你有非常大的期待 是說國道七號 這一塊我知道這沿線裡面 其實也包括我的朋友也 他的地也在這個沿線裡面 那當初因為這個路線通過之後 我覺得就他男孩也來跟我承情 這個跨度他的 他們的更替手 但是我覺得這一塊地 無論如何 對一個整個高雄 未來的一個經濟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國際化 他勢必 才能夠把這個國道七號 真的建了之後 我們南興路 從整個才有辦法去很 扩然的不會影響到 從高雄市區裡面 不是這麼樣大的塞車 第二個我覺得整個 高雄港的吞吐量 我覺得才會整個大了起來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高雄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發展的里程碑 局長在這樣的一個 國道七號的看法裡面 我還蠻想說聽聽你的意見 怎麼樣你在一個地方的局長裡面 怎麼樣去跟交通部 讓這個這樣的一個整個team 這個不是只有交通部而已 而是還有涉及到環保的問題 局長我覺得你應該 把這一塊裡面盡你的能力 去把它完成 好 局長請說明 謝謝主席 謝謝鄭議員 對於那個國道七號 重要性的一個強調 那也謝謝議員 對於這個事情的關心 國道七號這個部分 本來一切順利的話 應該已經在施工 眼看就是106年就會有成果 那因為之前在環評的過程裡面 也牽涉到有經過幾個地方 地方上的民眾認為 是破壞到他們的居住 當然還有這個工業區的部分 不過後來就進入到二階環評 二階環評目前還在進行所謂的範疇界定 光是範疇界定就開了八次會議 還沒有進入到二階環評 還在確定說到底二階環評要哪些東西要重做 那所以這個時間上可能變成我們也比較難掌握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這個是交通部跟我們是站在同一個陣線上面的 主要是在於環評委員 因為接受民眾還有一些NGO團體 他們的一些意見 什麼團體 有一些NGO團體 比如說水資源 什麼媽媽協會等等 這些來澄清他們的意見 所以就造成整個程序延宕了很久 那提到說這個國道7號 它確實可以帶動整個高雄港 還有出到我們這個北上的這個車流量 更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國道7號能夠順利完工 對於我們目前看到在中山路 還有在國道1號 本身通過我們市區道路的這一些 大型的貨車的降低 它的交通的衝擊 也會有帶來很大的注意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這個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那行政院的經費已經有匡列在那邊 只是說因為環評的工作沒有辦法順利推進 局長依照你的專業就是 如果要突破 這樣聽起來不是交通部的問題 而是在地方整個民粹的問題 你認同這樣嗎 你認同這個問題嗎 需要讓他們溝通 因為二階環評裡面有分為 就是變成有三種方案 一個就是零開發的方案 原來的方案還有不開發 還有就是替代方案 當然替代方案就是接受了地方上的這些意見 盡量去克服他們所關心的這些課題 所提出來的替代方案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趕緊這個範疇界定完成以後 進入到二階環評 能夠就所謂的原方案跟替代方案 能夠做出一個更好的一個結果 就是有替代方案 這個替代方案是已經考到 所以你的報告裡面是大概要106年才有辦法二階環評完成 其實我都覺得都已經中央跟低 中央有大概做了一年多了 這樣將近快兩年 我覺得這都已經把應該要發展的時間都耗費掉了 不過這個新政府上任以後我們就會積極就這個事情 趕緊去做一些討論跟溝通 所以我在這裡期待局長裡面 因為過去中央跟地方我們都覺得大家負信不足 然後中央跟地方或許不同掉 所以一直把這樣一個國道7號 其實國道7號是馬英九的一個唯一對南部的一個關心 但是把這個事情可以拖到他已經快任期滿 那我們覺得說這麼好的一個交通的政策 我們希望期待說交通局裡面能夠去把他 趕快可不可以去跟中央很妥善的去跟他做溝通 這一定我們會當作耽誤自己 好請坐 第二個還是交通局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五月大概中旬的時候 中安路跟中山路 我覺得我們幾位同仁也有講到大樓閣要開始營運 這樣的一個遊樂區勢必讓我們的那個前陣的地方 我交通我是比較抱持著比較沒有那麼樣的樂觀 對那個經濟的發展我是相當的高興 那包括是業者也好還有地方民眾也好 我都接受過他們的陳情 跟協助他們 那一來是因為那個地方的腹地的確是本來就非常有限 第二個就是說那邊的一個交通的動線比較非常的危險 相對的比較危險 所以在這裡我只是要跟交通局說 在他的當天營運的一個禮拜 我也請局長說是不是有一個小組能夠去來 不管是業者也好或地灣民眾也好 我相信很快速就有很多的民眾去達到1999 然後去把這樣的一個反應給我們來希望說趕快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打結 特別是我相信在上班下班 上班應該是不至於下班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因為那個地方包括整個那個動線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堪憂 好給真言一分鐘 謝謝主席 所以局長在這裡是也不希望特別回答 因為他已經有既定的整個專業的評估了 我覺得我們相信專業 所以讓我們也樂觀其成說 這個大魯閣在我們的高雄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讓我們的高雄的經濟有一塊那個地方 帶動我們高雄的經濟 不過我在這裡也是跟局長建議說 在那幾天是不是我們交通局 而且我也會跟市長報告說 是不是交通大隊有一個小組 在那幾天應該有一個激動的去做一個妥善怎麼樣的應變 那我相信那幾天應該是很大的一個交通的死結 所以因為他們會有促銷還有很多的活動 那個地方一下子有那麼有路那麼多的人才 高速公路的末端我相信會有很多的排擠 好然後我想我今天的質詢叫做主席 謝謝主席謝謝 好謝謝鄭議員的質詢 那再過來是林芳如林議員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那個各位電視機前面的各位我們的市民早安 我們的各位夥伴同仁早安 我想要請問一下觀光局 你知道最近在華山有在展那個一年一度的那個文創 那個文創會嗎 好這個文創會我故意 趁那個星期五的那一天他可以免費進去參觀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叔有兩我們大叔有兩間廠商一個採青鳥一個一三零零他們都有去參展 然後我專程去慰問他們 結果呢我發現呢那個其他的觀光局他們都有在行銷他們自己的縣市的這些文化文創商品 可是就是我們高雄市沒有 台中市的人家展場多大 雲林 補電器 什麼東西都去了 鐵仔去 家裔也是 他們很多的現在那個手作的七類的手工藝品 很多很多 他都有很多的新的面貌 包括原生茶種 好經過包裝他也可以變成是我們的高雄可以變成是我們台灣的經典特產 可是呢在這個展場這麼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展場裡面我看不到我們高雄市政府 所以我們高雄沒有這一些文創商品嗎 來我們的局長 來光光局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我想基本上是這樣的我們光光局多參加旅展 這是第一個部分 台北旅展 台中旅展 台南旅展 我們都參加因為是比較是跟觀光有關 那至於這個台北文創呢我們有特別請我們的代言人 我們的高雄熊 有特別在全程參加然後也有推銷這個配合我們的好玩卡的高雄的行程 我沒有看到耶 他有分三個館 對他有分三個館 對 對 我也有把他全部我都做了記號起來 我都做記號 是 我全部都去了 是不是還有一個海峽兩岸 對不對 在樓上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多少的買家會出現在那一天啊 你知道整個廠是強強棍耶 結果 我們沒有行銷到我們高雄 那個很貴嗎 那個展廠會很貴嗎 不是這樣子跟林遠報告我們每年設定的這個國內外的旅展 還有各種各樣商展或是文創展 他那個不是旅展啊 他那個是文創展 所以我們高雄不是只有旅展啊 所以徐局長我的意思是說 你長久以來 我不是 我們 你在行銷的你全部都在旅行旅行旅行 可是你知道嗎 高雄機場的這一些折業 做得多麼的不好 你自己有沒有去看過啊 那我跟林遠報告 高雄機場有的折業是交通局做的啦 有的是我們自己做的 可是你還是可以跟他們協調嘛 我們既然飛機都可以飛了 我們還是可以協調嘛 那你說的這個 他們交通他們公公部做的也不是 那上面也有我們高雄市聖府放的折業也有 你知道嗎 在全世界現在人家人日本 人家一下飛機人家那個靠那個折業 人家都可以自由行 那我們徐局長 我們高雄的自由行人數很少嗎 有很多 我們折業有各種不同的版本啊 對啊 有大張的也有小張的 也有適合這個單人的 對啊 可是你的折業喔 說實在的比台南還不豐富 我們那個折業真的你要好好的 既然你說旅展 好 我就跟你說旅展 你那個折業 沒有人看得懂啦 因為你去問很多的人 我們不要為了做事而做事 我們一定要為了 這個讓大家很方便人家看得清楚 你知道嗎 為什麼人家韓國他們可以在那個 在那個機場一下去 你馬上你要去江南區什麼區什麼區 人家馬上人家就可以 為什麼 人家那個就是做得很詳細嘛 A到B B到C C到D 你現在連公車都沒有辦法整合 在這一張的系統上面 你要叫人家怎麼去自由行 對不對 那個旅館看的部分可能是 我們整合的這個各種交通部門的資訊 在我們的旅遊哲業裡面都會有啊 而且我們現在有設定這個 我們大家都有看到啊 是 可是差人家太多啊 這部分我們再來檢討編排的方式 對啊 我們的小港機場 每一天運那個運客量 你早上一大早 你四點就去看 都滿滿的人了 要出國要去哪裡 對不對 哪裡要回來 對不對 整個晚上也都是有在飛啊 所以你看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 他們每一天 你包括我們在國外的這些 我們的高雄人 他們回來 他們也想看一看說 我的家鄉有沒有改變 對不對 所以那個也是遊子的故鄉 他再來 他帶他的朋友來 人家會說 你們高雄現在變成這樣 我們一年出去幾次 然後每一次去不同的地方 看不同的東西 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自己 在哪裡欠缺 所以我們那個編排的方式 真的是 讓人家看不懂 這部分我們來檢討 如果說有這個問題 是啊 對啊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 澄清湖特定區 我之前有跟我們的那個 我們公共局一起去做那個 那個澄清湖前面那個前端的那個公園的研究 因為本來想說把一個小型的器具 遊樂園然後結合我們的水舞 可不可以找一個地方 有一個區塊來放置 讓大家可以在看水舞的時候 還可以做做運動 這個然後結果我們後來研究了以後 跟教授們研究了以後發現說 欸 我們的那個 在澄清湖的門口那邊 我們似乎還沒有找到理想的 可以放遊覽車的位置 對嗎 我跟您有回報 當時規劃的時候 是說遊覽車可以下課 客人然後要開走 因為那個腹地就是不大 對啊 所以我們那一天我們跟教授我們在研究 是不是那個現在原三大飯店 他有一個聯誼會 那個聯誼會的那個會員現在也不多 也很少在使用 是不是我們可以去 媒合那個聯誼會 把他的土地是不是可以釋放出來還給我們 因為據我所知那個 那塊土地是高雄市政府的 可不可以還媒合一下 對啊 那這樣子的話他在趴旁邊 他就有那個遊覽車的停車位 是不是這樣子的話他又可以有停車的位置 然後甚至我們上面還有一個 那個聯誼會的一個組建物 也可以做一個小文創來使用 然後也是帶動我們那個 在澄清湖周邊 讓他更豐富 不然現在好像他去澄清湖說 沒有什麼啊 什麼都沒有啊 他不知道說我們在澄清湖裡面 做了多少事 然後那個局長 你們在澄清湖裡面做了多少事啊 那你趁機會報告一下 好謝謝 謝謝林議員 我們跟澄清湖這個管理單位 自來水公司有一個合作的默契 就是三年 然後這個每年至少投入 三千萬一共是九千萬 第一階段高一段 現在是第二階段 那我們第一階段呢 分別由我們水利局 公務局跟觀光局 來做合作 那我們現在在公務局部分 有在他的這個 裡面的園區 花木的整理 那現在有一個這個 適合拍婚紗的一個區塊的整理的 非常的精彩漂亮 那另外呢 我們觀光局接手之後呢 也準備把他的這個兩個 一個是淡水管 一個海水管 他的這個設施跟門面 重新做一個整理 那另外呢 之前呢 我們也在這個 澄清湖外面的大門口 做一些這個景觀設計 跟這個重新 做一個門面的整理 以及周邊旁邊的這個 濕地公園 所以我想 在接下來的這個 第二個三年 我們不同的這個市府局處 然後 會分別進入這個澄清湖 再做更多的這個 景點的設計跟規劃 是的啊 所以你看啊 這麼多好玩 一個澄清湖就這麼多好玩 可是 他沒有可以停遊覽車的地方 實在是覺得很可惜 這樣子 好 謝謝我們的許局長 好 謝謝 然後我們那個交通局長 我記得你 你幾年前剛來的時候 我曾經就那個 我們的那個 大樹的移居城市的這個 節能減碳 的這個 這個噗噗車 來去跟你做研究 結果呢 我到處去看呢 現在連虎偉義剛新的文創 剛新的四區的文創區 抖六抖南哪裡 分成四個文創區 結果呢 連他們都有了這個 低能減碳的噗噗車 可是我的農村再生 的那個社區 那個觀光客 一日農夫 那麼多 然後 那個 一直沒有辦法有 申請到我們的 這個 瀑布交通車 那現在呢 我們的王董事長呢 王國財王董事長 也是我們第一任合併的局長 這個也是他那時候 他跟我提議的 那他現在當次長了 來 我們的局長 是不是這樣子會比較有機會 我們可以爭取到我們的這個 那個 就是電動的這種 瀑布車啊 交通局 陳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林議員 那個 議員所提到那個 瀑布車 應該是有點像是 高爾夫球車類的那種 高爾夫球車類的這個部分 就是主要是他 因為沒有掛牌 不是我們一般的這種 道路上面的車輛 所以 在法規上是需要有一點 設計跟突破 那特別是 如果我們可以劃定一個 類似園區的概念 他就可以在裡面 現行就可以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大樹那邊 能夠變成是 某一個區塊是屬於園區 劃設是園區 那當然他就可以 比如說我們在 在很多地方 屏東的那個 3D文化園區裡面 也大概都可以看到 類似這種車輛在運行 最近我去日月潭也看到 因為他把它視為是一個 園區的道路 他就不受一般的 所以我一整個社區裡面 也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部分 可以來設計 因為就是載客人 觀光客人 因為我覺得那個交通部 現在有很多的車輛 他可以去 申請補助跟帶動觀光 因為他 有很 也現在有那個9人做的 我最近看他好像又有 新的9人做的 可是我在高雄市 大概我就只有在高鐵裡面看過 我們的 其他的美濃啊 旗山 我們的山區啦 我們的 那個 那個 海線啊 我倒是沒有看過 我們高雄市有人申請耶 9人做的那個 高爾夫球車嗎 不是 他是類似計程車 然後上面寫交通部補助 然後才去觀光的那個 應該是 對應該是那個無障礙計程車 對 他那個部分就是 交通部是有補助這個部分 但是他是用在計程車上面 目前啦 跟議員順便報告 確實交通部 他為了要鼓勵在一些偏遠的地區 能夠在公共運輸的車種上面比較多元 其實他也同意我們去申請9人做的 這一種中型巴士或是更小的 更小的這個巴士啦 啊 過去為了就醫公車 我們高雄客運曾經有 買過那個9人做 不過這個對客運業者來講 他們的成本 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 營運成本差不多 那雖然購車成本比較低 所以業者他在購車的時候 他會考量比較多 所以他這個條件 他這個條件是要以公司為去申請嗎 是的 或者是旅行社嗎 目前他並沒有給旅行社來申請 所以是個人 是公司 透過市政府來申請 現市政府來申請 所以現在我們高雄是還沒有嗎 特別是指9人做的部分嗎 7人做9人做都是 目前我所了解的是沒有 除了之前因為風災 在高雄客運為了接駁這個就醫的部分 道路的限制他們有幾部9人做的 對啊 所以你可能要麻煩你把那個辦法 因為很多現在高雄很多 計程車業因為他也必須轉型 除了在高鐵那邊以外 其他的計程車他都是很難過生活的 他也可以轉型 他也可以轉做在地的觀光旅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的話 我們可能也是要大力推廣 因為我最近看 中央好像交通鋪啊 很多很多的配套 我們要及時趕上 不然我們一直在跟在後面 我每次去 先去台中我都在那裡看 為什麼現在又有這台車 為什麼現在又那個露營車 連露營車都好多 對不對 所以關於這些法令啊 關於這些有這些問題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讓更開放一點 然後讓大家更有機會一點 不要讓我們出去外面看到 然後才在說 為什麼高雄沒有 然後我自己又很慚愧 那為什麼我們又沒有 我們又沒有爭取到 為什麼大家不知道嗎 我們是很積極在爭取 所以議員不用感覺這個部分 我們積極在爭取 是啊 對啊 所以你看喔 光是你去高鐵 你去看載人 都是別的地方開下來這邊載人的 對 我有研究過 因為我看他的車牌 所以喔 他那個是 有些是從墾丁過來的 那個是 非法的 交通部補助的車輛 這個我來了解一下 我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我請同仁去瞭解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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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的 我請同仁去瞭解 然後也跟林議員 瞭解一下 您看到的那個細節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林方如議員的質詢 好 那再過來是 林五中林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好 謝謝 我們高通部門 現在的長官 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 幫你討論一個題目 這個 停車隔 這個停車隔 真的 你不要看它很簡單 大家都懂 但是這 這一塊 是蠻複雜 看來很簡單 停車隔 車 車就塞進去 要解決了 其實我報告局長 我們現在全國用期的停車隔 汽車有多少 你跟我們一起 來 汽車隔 汽車啦 汽車隔 有多少個 蔡局長請答 你快點答就好 主席謝謝 謝謝林議員 我們用公有汽車停車隔來講 大概 全市大概有六萬五千多個 六萬五千多個 六萬五千多個 請請請請 你的報告裡面 你是塞 五萬四千五百二十三 加強 這個一百 控四年多 再塞出八十九條路段 共三千零九十四 總共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七 這是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談的喔 所以你現在給我答覆是有出路 這是業務報告裡面 我把你加進去了 就是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七 那 好 沒有關係 時間寶貴 那我請問你 我們高雄市的汽車有多少輛 你要是 城機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林議員 再急大概是八十八萬多 你看看 五萬七千六八十七 我們的車有八十萬,剩九十萬就好了 其實嚴重停車隔是嚴重不足 進步的聲音,今天不是市民不說法 本來我們的停車隔就是非常非常困難 那好啦,我現在說起車呢 我如果說這個機車隔 來,局長,打呼,機車隔你目前規劃多少 好,請坐,請坐,請坐 謝謝,請坐,請坐 請坐,請坐,請坐,請坐 大家有聽到嗎?沒有幾百萬 你知道怎麼滑倒幾台 幾百萬台咧 好啦,你又停車隔,你的報告什麼 全部都有進步,要開往學校,開往修飲 開往什麼空間,都一樣都不夠 所以我今天讲的停车阁 我先建议局长 第一 你每不定时 你都要把我们市区 因为是主要市区的停车阁 停车阁 我把你圆了清清楚楚 就要市民 跟你说 就要市民 给你们翻译 本来 你们要不定时的去放那个停车阁 把他画得怎么样 很漂亮 白色的都画得很漂亮 那个停车阁画得很正极 现在你看市区 有人 有人是当地把你圍掉 有人把你碰掉 你到现在的捏不拔的 让你现场捏到 你也要给你看 1,0006块 好啊 我问你高通局 我说你哪有捏不拔的 捏不拔的啦 你捏不对啊 也有很多园红帅的 4,500 我知道你也有改进啦 现在都够回一个银子 人也会给你们回一个银子呢 一般的市民是没有办法分辨 所以我拜托交通局啊 我们具有五万多个停车阁 有一次市区域 你们不定时去都要卷经济 你要去减车 不是议员反应 伺民反应 你们才去做 这个本来最优作 好啊 那我们再来探讨这个东西好不好 你们现在这个母婴亲善策位 我跟你说 包括局长 利益胜家啦 但是这个是失败的政策 你知道我们的停车 可以很有限 但是你鼓励这种的101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大概四个东西 其实 我们挽入路 把自由路口 那些人的旁边 那些就一个 我给局长报告 这都没分啊 一般的停车也给你停啊 买一样收费啊 也没有强制性啊 也不能脱掉啊 你们也没有立法 你们也没有立个条例啊 像那残障车位 只要没有残障的车牌 人脱掉车就脱掉了 你那个不敢啊 你这个母婴啊 很奇怪啊 到底是要带孩子吗 还是哪里有孩子 你看有 有人几个月三个月 那个是母婴的 那要花费花费的 你没带人去检查 其实这个没有优惠 这个没有优惠 一样跟一般的停车会 一般的收费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母婴亲善车会 像这样 我跟你说 生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牌子 对 你们有时能去探讨一下 连这里 我先说这个停车 卫生局通报告 你们都有本一本 妈妈所册的同时 赠送怀孕妇女亲善资源手册 怀孕妇女哦 怀孕妇女哦 大家 包括局长 怀孕妇女亲善资源手册 里头就有母婴亲善停车证的贴纸 并注意哦 我跟你说 这个我跟你说 利益非常好啦 你看这个 这个哦 你没有这边写 青山停车证 你如果有这个诸子 没人看过啦 好 所以 这种东西 当然开始的时候 你看 人家百贵金也有烂的 夫妇也有更新 表示我们的 这个 这个idea是不错的 但是实际上 实行起来是问题多 利益良善 配到 不足 效果打折 我说的 因为母婴亲善停车 会是类似博爱座 类似博爱座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对的啦 建议优先领域 怀孕妇女及亲子停车 怀孕妇 这是有问题的啦 你看不出来啦 除非婴 还有八个月 七个月 肚子大大看得出来 其他你看不出来的啦 亲子 他就带孩子 还是带什么孩子 现在带几个还是带几个月 没有强制法令 没有强制的法令依据 所以被占用也服务法可管 我也可以去停那样的 我也叫一般的 所有的停车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法则 是这样这样 这个车就放到这边啦 他也里面也没有 也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应用 你们怎么样 你卫好看的啊 根本一点效用就没有 真的要停的就没有 又不是阴雨 也又不是那样 这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啦 所以这个 你再说如果人家母婴青山 一般的停车隔大小都同样 你们的卫大小都同样 叫我们原车 这样是不方便 母婴青山车会跟一般的停车 所以标准并没有特别优惠 且母婴青山车隔少又少 即使找到一般车也能停换 局长 你现在这个母婴青山车 到底有多少个 多少你们有规划多少个 乘机长请答案 没有关系啦 你没问啦 没关系 总共一百零一个 我建议你啦 你要你请坐啦 我以前给你很明确指出那个 这个政策是失败的 烈意良善啦 一点效果有不到 真正你要给他们应付 母婴啦 能够用得上的 我跟你讲没有 所以我给你建议啦 你看 现在现行的措施 车子者能欠倒 优先履浪 优强之力 停车隔大小 隔位太小 上下车不变 行车收费 优异费 啊你这 你设这齁 不然你去看看好不好 你那一百公元 你派一个专人 去跟我讯一天看看 看那真正 有应付 大应付的 会派那不 你去了解一下 不然一般都停的啊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建议 建议比照 身心障碍 这种隔位 制定 自治条例 设立母婴 专用停车隔位 这样就 按照过来 就比较 有强势性喔 你如果停的残障 脱掉车可以脱掉喔 你这个母婴是没有法则 而且喔 才一百年一个 如同虚设 如同虚设 这个 加大停车隔位 方便应付 上下车 真的要做就要做这样 每辆停车隔位 要有 優惠 如有一般车辆 停放 所以 你也可以这样啊 若是一般车辆 差不是这个 高 不是这个 母婴喔 幫我机长 你可以跟他 一般车辆 要停可以啊 你要付出代价 就跟他用什么 最高费力 收费 可以吗 可以 他就不可能 有一个警校作用 可能就不停 所以要看你的人 你的人有去算嗎 你的人也不去算 我跟你说 那些都没有 一百年一个 都没有用 好 这点也要给你探讨一下 局长 这种我说这种 通通自民的一般的心声 我们的高费力停车会 我们的高费力停车会 最主要 就是 买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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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啊 不要让一个人 听很久啊 所以要用钱 来压力啊 这对 善吃人 有应用呢 这对好的人 我就花一千了 我就给他 账了 账了一千 怎么有什么事 所以这个高费力 我们的用意 就是要给他 高频繁的更换 你用这种 这种措施我觉得 本习是有意见 因为停车会实在太少了 将近要到十万的车 你五万多的停车 你会叫八千 买对真正 我们现在的高费轩社会 我带你去探讨 一个小时五十元 第二个小时加收一百元 第二点 加收一百元 累计一百五十元 第三个小时 加收一百元 累计 两百五十元 刚才全台湾 算贵了 你没去看吗 六十元 我这也没跟你跟你说 六十元 我给你分析 你看 人家 台北市 每路段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收位四招五招 这算比较高的 第二个小时 再加一个小时 你看 新北市 一个小时三十块 第三个小时开始 每小时加收十块 人家是越来越少 你是越来越长 越来越多 你看 新北市 人家贵第一个小时十块 人家贵二百五十块 那差 差多少百四十四百 你看 桃园市 你看 第一个小时四十元 之后 每小时五十元 这还稍微 比较高 但是 带我们台北 你看 台东市 每小时一个小时 二十块 停车两个小时 收 六十块 五十块 停车三小小时 一百二十元 那 台南市 一个小时二十元 第二个小时 每小时三十元 看 看 第一个小时五十元 第二个小时一百元 累积一百五十元 第三个小时 第三个小时 再加收一百 这样就变了 两百五十元 我 我就给你 给你比较 我们高雄市 别别来六都停车 为什么我们 会那么 贵呢 市政府 你本来停车问题 你没办法被市民 解决 你用这种的 实在 我觉得是 就在那边 压榨市民的钱 相较于其他五都 只有高雄市 高费力 停车隔位 且收费金额 高得下人 都对有钱人 没有什么效果 这是高的 既存 这些小市民 本期建议 硬调账停车费用 这是我的建议 你如果说真的 局长 我建议 你如果真的要改为 限时停车隔 可改为限时停车隔 如果真的要提高 停车的周转率 很多方法 我也给你做才能够 限时也可以 你也可以参考台北市 它规定 限定一个小时 你要可以停一小时而已 不管你有钱 没钱 超过时间 违规到我等六百到千亿 你 你要看上市 你如果没有一小时 我随便自己开 你不然现在你开 你交通网款 要变这么高 这个可以这边花位 这个年轻家没有意见 我这就是因为 很难停车 你也要停车 可以一小时 一小时 你如果超过一小时 开多大 我跟你说 你还会好人 他也会怕 他就马上 马上就移开了 周转力就应该高了 不然我而已 我给人一千块 我给人一千块 好 好啦 那个停 停车会 我给你也 你也 三分钟 好 好 我给局长报告 这种会多多 现在很多 不去车 或是不中古车 或是一般的廣告车 现在的车牌都有 那车牌都做会了 他也有车牌 可以停了 你还打到 二十公里 打到一百公里 他也没你怕 你还要有车牌 你还要有车牌 你还要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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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做会牌 这个马上要怎么样 马上处理掉啊 因为我们高原汁 开始以为难求 停车可 严重不足不足 这种的东西 你还要派一个转人器 绝对会好的 改叉的 土地基础的 马上你给他处理啊 丢的行动 都是跟那些务牌 跟那种的过期牌 爆灰牌 他最早给他点停车位 你们有去查 你如果说 一个停车收费单 如果有放到10点 不经负的话 马上就叫人处理啊 还是你们条例里面规定啊 依法去处理 这都是啦 这都是你买车的 就买中国的 你做什么的 爆灰车 这个都是站在那边 你怎么去开灯就没关 来啊 我这都过了 所以喔 包括局长 你这个友善的停车 你在你的 业务报告里面 我我跟你看的喔 几次啊 你讲 你里面讲得非常好啊 你友善停车管理啊 你几乎提出七项 本席跟你人家败毒 但是喔 我是看法 建议局长喔 要实务啊 跟 跟你的市政报告要 要符 符合 不能报告 報告得很好听 其实 执行面面里面 就不好 这个不好 所以 先行的法链情这位主要 七分一般的车位 这也是卸货 这也是人家败 这也是人家败 说这也要收费 收费 你也说人家卸货 你当中也 卸更短短短短 你挖起来就 就要闭闭了 喔 神经障碍 可 临时 受伤行动不便 行动不便的老人 富有等 这个友善成为 这个我都赞成啊 但是你十字方面是应该有 有一点缺失啦 今年初开始设置博爱车位 台北市人 提供 受伤行动不便 或载送优先实用 应付也可以提供 身材账人 这个庭话 博爱车位停车标准 这个 你们 因为时间我老婆要量 你看人家台北市博爱车位 人家 看一下 过回来 回来 针对你 好没关系 针对女性应付或年金的驾驶 停车方便 特别规划友善车位 车位宽大3.3公尺 交易班宽 可方便 新的市场也是 我也有一個小時候會站過來 這是一般的市民 這樣會喜歡你 那不是就覺得 我們停車 你抱抱我的高義 高義就有機車座 回到什麼樣子 你們的屬手會做 你們要怎麼辦 我也跟你們說 你不愛不想 我會有一個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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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一個電線 我會有一個電線 我會有一個電線 打風刀一條 要有聲音 要有聲音 這個應該要突破 要突破 不是說你那樣 你要兩手一趟 是數個無策 就不會瞬移不公 因為我倒下的手臣 對吧 這個是我 在屋主要做神 這位市民 建議 都可以做 然後不然是會這樣 要做 那邊除了看完 人家看進去 我們都要做 以上的問題 請機長 請答覆 來 陳機長請答覆 主席 主席 謝謝林議員 對我們那個停車政策 還有停車格的關心 剛才議員也有提出 其他縣市一些做法 我想您的資料裡面提出來 大概就可以知道 他們很多東西 是跟我們高雄市學習的 只是他們用不同的名稱 那我想 我們要持續改進 我也希望說市民朋友 還有議員能夠共同提供我們 更寶貴的意見 讓我們能夠更加的精進 限時 特別剛才議員提到 限時 一個小時 就要學習 如果按照台北市那樣 就要開單 要採法 我想台北市 就不會收到那麼多市民 給他的complain 我想 一些政策的學習 可能我們必須要 適合於這個城市裡面 的一個做法 高費率的部分 是這樣 不同城市 它的名稱 有所不同 那我們高費率是有618格 齁 在總數裡面 並不是太多 它設定的位置 是在高需求 的地方 剛才您的資料提出來 是一些 捷運站附近 還有就是說 這個商業區 因為那需求比較高 所以我們希望說 讓他能夠替換的 比較快 這個部分 看怎麼樣 我們來讓他真的是達到這樣的目的 齁 我們來救教那個 林議員的高建 至於說剛才議員特別關心 就是有些車輛佔用 那我們因為 那個是受限於我們的自治條例齁 有規定要到15天以後 我們才可以去處理它 如果議員也同意 我們或許來提一個案 是不是把這個15天縮小 讓他能夠更快速 容許我們去做 做後續那個處置的動作 那這個我們來請教議員 看看是不是在拿我們的自治條例 來跟議員研究 必要的時候我們也樂意 讓整個被佔用的停車格 能夠快速的 能夠讓出來給需要用的人 那這個要保 保貴的意見 要謝謝議員持續的關心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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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 好,謝謝 如果有很多地方是你們 警官公司如果也要進去 廟宇是很盡心的心態是找停車 你若說不會有什麼 一直有人在停車 也沒有空調 你整個廟宇就可以停車到外面 以付出代價 那個地方也可以把它改過來 只要我帶我到家 他會是人 那要改過來就停車就好 給他付錢 這個人說 你如果想一個人去生活 真的會創造 我們的地震就會更加盡 還可以創造 就有一個產業 好好的問題 我剛才出生的地方 我現在就在講解 他一定會贏 我會說 你叫你們的人 你要用你的錢 就是開創歐路兵的任教股市 好 感謝議員建議 我們去清告確實地點和可行性 好 谢谢林一言的咨询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